2024年的两只黄色小鸭吸引900万人次观看 让高雄成功打响新春第一炮 其中20年前的市港合作打开高雄港高耸的围墙 以及亚湾区的五大建设 才让小鸭四周围被高雄港的美丽建筑包围 增添小鸭的可看性 不只是900万人超跟140亿的商机 那我们在周边的旅宿在过年期间 甚至达到九成到满房 那平均是有八成以上是满房的 那我们也根据相关的统计可以发现 大概四成以上都是外线市的民众 在过年期间则是五成 那么在爱河湾里面也有台湾港务公司 就是我们主政的这个游艇码头 现在是台湾第一个5G 以5G IoT打造的这个游艇码头 那也是由土开公司来负责招商 也带动了整个爱河湾游艇码头 爱河湾区的一个样貌 所以这次也展现在大家的这个眼前 不然以前高雄市跟高雄港 是有围墙围开的 那一般市民要看到整个高雄市的海景 港边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而这个在浴缸里陪伴幼儿洗澡的黄色小鸭 有着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记忆 才能够引起这么大的旋风 而小鸭走后市府观光局也在思索 要将高雄人都认识的观光大使高雄雄再提升 成为高雄独特的城市IP 走向国际行销台湾 进到高雄就看到高雄雄 看到高雄雄就想到高雄 那甚至是变成一种风潮 例如说会抱着高雄雄到高雄的各个景点去打卡 他出没在高雄 其实可以从一个IP衍生出非常多 很有趣很有创意的活动 而这个创意不见得是要由政府而下 甚至是可以由民间而生 那此外其实我们在一些风景区也可以看到 这个高雄雄的这个FRP的装置艺术 那同时我们也开放授权使用 就是只要公家机关或者是甚至民间的这些产品 如果对于高雄城市形象有帮助的 我们都开放授权使用 那目前我们也即将在今年的上半年 帮高雄雄做一个发表会 那敬请期待 而城市世界第三大货贵港的高雄港 仍保有航运功能 除了扩建深海码头增加货柜的吞吐量之外 旧码头也变身邮轮和游艇码头 持续发挥港口客户运的服务 仍获畅其流 有些Funk Pass 就是高雄好玩卡 让这个游轮客 它一下到高雄 踏进高雄的市区 它马上可以透过这个高雄的Funk Pass 知道怎么玩 怎么去搭乘相关的大众运输 包括说在地的我们高雄人 或是来高雄观光 也可以以高雄旅运中心 本身的这些商业设施 包括它那个平台上面去 不管是用餐饮或者是听音乐 或者是观赏我们这个高雄港的景色 都是一个很棒的亮点 那么旁边还有一个21号码头 仅邻新光公园的部分 那么我们的招商目标 当然就是以企业总部 然后串联到5G IOT的这些企业总部 或者是这个医疗院所 也可以做成这个旅馆 商用旅馆的部分 对接相关的会展的产业 因为即使是像我们前面讲说 观光非常好 可以带来非常多游客 但是观光也有一些不可避免 你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重大疾病的一个问题 黄色小鸭走后 高雄人将在市港合作之下 持续开发高雄港区的土地 让各种产业进驻 未来也将会有自己的神社IP 让各股人士疯狂 创造高雄另一个高峰 记者王仲凯 内昌帮高雄报道